EA 旗下競速遊戲長青術極速快感 在成績許久之後 上週驚喜公布了最新系列作 血債血腸的消息囉 這回遊戲將前進以美國拉斯維加斯 為藍本的好運股 展開一場場賭上性命的賽事 體驗有如玩命關頭般的刺激飛車動作 血債血腸將從三位獨具特色隊友的角度 體驗三種全新玩法 而身為隊長遭遇背叛而一度失落的Tiler Morgan 必須一步步重建並壯大車隊 贏得一連串賽事與任務 才能夠擊敗故事的最終頭目 也就是操控警方 幫派以及好運股的莊家幫 所謂公寓善騎士必先立騎起 歷來車輛就是極速快感系列不可或缺的要素 這次除了透過贏的賽事來賺取現金購買車輛之外 甚至還可以利用找到的廢棄車輛 經過喬手改裝成酷炫超跑呢 極速快感血戰血腸 預定於今年11月10日推出 喜愛他的粉絲請千萬不要錯過電玩風的後續報導喔